为了庆祝国庆节 今天我们挑战只带国产的装备出来露营 看看我们的国货现在究竟实力如何 我们先从帐篷说起 帐篷是黑鹿最新出的一款时空隧道帐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给大家安排一下测评 挺好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客厅系统 客厅的话呢 我们的桌子使用的是黑鹿的天牛桌 天牛的网格折叠桌 椅子的话我们用的是火风的月亮椅 重量也是非常轻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灯 清河应月露营灯 是不是很像西湖上面的那个叫三坦应月 波热茶具套装 它是泰的非常的轻 破过奖的 因为白天还是挺热的 所以我们带了挪克的这款风扇 底部是灯来的 可以亮的 然后呢我们还带了一个小橘氛围灯 是一个蜡烛灯来的 推车的话我们带的是黑鹿的自如推车 我们一直在用啊 没有断过的 接下来讲讲我们的炊具系统 首先是火风的九宫阁火锅 这个锅特别大 可以蒸可以吃火锅 两个人用这个锅实属是有点奢侈了 然后餐具的话 我们带的是火风的餐具组合 里面有杯碗盆盘 像这个杯子上面 它就写了个引字 非常有中国情调的一个餐具 火风的一个砧板 这个砧板可有意思了 它是可以折叠起来 变成一个盘子 把菜放下去 这边的碗格还可以沥水 炉子我们用的是晴天 晴天柱 非常猛火的一款炉子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接下来再给大家测评 非常适合那些喜欢猛火爆炒的户外料理大神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卧室系统 我们睡垫呢用的是黑露的烧人睡垫 睡袋带的是罗克的羽绒睡袋 非常的轻 枕头呢两个都是自冲气的枕头 确实是要比纯冲气的要舒服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套装备之后 感觉怎么样呢 反正我是觉得挺满意的 可以看到国内装备 质力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尤其是像黑露 罗克 火风这样的国产装备中的顶梁柱 甚至呢走出国门远消海外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让我们祝祖国母亲节日快乐 然后也祝国家装备越来越好